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朝鮮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沙的團隊島嶼嗎? 應該是偏島嶼類型 但是這個跟團隊島嶼跟島嶼又不太一樣了 中間有大量這個石頭跟黃金 還有這個一個聖物 上面還有兩頭籃在駐守 那打法來說的話 應該也是跟一般的島嶼地圖一樣 打起來會是比較偏海戰路線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文明 那兩邊的文明是開場 塔少是選擇了朝鮮 朝鮮人打了海戰部分的優勢 是有這個木材折扣的潔面 整體打起來的感覺是還行 但沒有到非常有優勢 因為有優勢的像亞馬尼亞人自爆船 或是霸登提的火戰船 或是中國自爆船的血量加持 其實都是一個蠻不錯的選項 或者是什麼薩拉森之類的 那馬來人來說的話 是打法比較偏向 這個什麼 三倍漁網 三倍肉量 但是以海戰來說的話 三倍肉量其實不是重點 因為你根本不需要這麼多肉 那馬來人來說的話 應該還是要打一個升級實彈的優勢 打出自己的戰艦升級科技優勢 然後去壓制敵人的碼頭 然後自己進攻的方法 那整體來說 馬來人選擇馬來人 我其實不太能理解的地方是 馬來人的優勢中後期 可能只有控海域比較有優勢 因為他的海上霸主 可以讓馬頭自己射箭 所以馬來人這邊是有陣地戰的優勢 海上陣地戰優勢 但是並沒有太多的戰艦加成 整體看起來 朝鮮可能會打到中後期 會更有海戰的正面優勢在 畢竟還有這個龜甲船 可以當作坦克用 這邊開局就有運輸船的關係 所以Riper一開始就把肉馬 送到對方家裡 左邊直接開了一個碼頭 Riper這邊很有想法 這邊上風箭時代 碼頭直接補在你家後方 因為看到前方沒有補碼頭 那就知道你的碼頭已經在後面 一個超級近距離補碼頭的策略 畢竟自己升時代有優勢 這邊塔套還在升風箭時代 這裡火戰船一出來 就可以打出優勢了 原來這邊就是Riper想到的方法 利用馬來的升級時代加速的效果 然後再把這個村民運到的後方 直接升級優勢 然後戰船開始騷擾 直接空落 好 在這裡兩個碼頭 趕快按火戰船 應該暫時沒有問題 Riper這邊要趕快繼續補自爆船 自爆船有補嗎 看一下 有 有補自爆船 這邊戰艦數量一定會打輸喔 而且出火戰船機率非常高 自爆船的話不只可以炸魚船 也可以炸火戰船 右邊這裡有這個 偷偷登陸嗎 沒有 好 看一下這邊自爆船 Riper這邊拉了一隻村民過來修理 好 洛馬過來 看到村民炸個一下 戰船直接打出了優勢 火戰船 這裡要再繼續補自爆船嗎 好 這裡要轉戰船喔 好 兩艘戰船過來自驗一下 殘血的戰劍往回拉 待會拉個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好 這裡繼續修 好 Riper點下了城堡時代 升級上去 好 升級好 這邊一上去之後 塔套這邊有戰艦數量的優勢 這邊要既可能保存自己的戰艦數量 待會升到弩炮戰船 才可以打出更多優勢來 那現在塔套還需要點下一級射才行 應該要先升級時代 再點一級射了 好 現在時代上Riper明顯是有優勢 但是戰艦數量是沒有優勢的狀況 而且魚船補得有點多 不到六艘魚船 六艘也沒到非常多就是了 四、六、八 記得這些數字就好了 好 這邊移上去 快升級一下炮戰船 左邊的三艘魚船被抓掉 後方的戰艦來不及升級就開戰起來 這對Riper來說不是一件好消息 明明自己有升時代上的優勢 卻在升級好戰船之前就跟對方開打 這一點相當不是好事啊 尷尬了 現在戰船好像也沒什麼打贏 後方戰船過來附貼 左戰船直接燒掉了兩艘戰艦 第三艘、第四艘、一艘一艘燒掉 後方的魚船快要鎖不住了 下方的魚船還在追逐 往後追魚船 衝啊衝啊爆破船 這邊爆破船要是能炸到的話 就起飛了 這邊也升到奴炮戰船 朝鮮人奴炮戰船 馬來人是選擇了火戰船 目前還是要先補經濟 但是Viper陸戰有點有騷動 這邊打一個生頭戰術 生女配頭實測 現在陸戰也開始搞事 Viper利用生死帶的優勢 趕快補下了這麼多的科技 難怪海戰有點打不太贏的感覺 把太多木頭投資在陸戰上了 中間也補下了這個碼頭 偷偷捕魚 夏拙真的有意識到 被燒掉了一艘一船 第二艘活了下來 好看一下陸戰的部分 生女 沒有活下來嗎 沒有辦法 糟糕了 生女第二隻出來 趕快再招一次 哇結果一出來 直接想要預判 被塔塔一個預判閃過 再長了一發 第三刀沒有直接砍下去 塔塔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洛馬直接擊殺了 生女 但是Viper投資車也同時砸掉自己的村民 尷尬了 現在只剩下一台投資車在島上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織布技術 沒有織布技術 太龍被砸死了 趕快補一下 沒有去登島 但是卻沒有補織布技術 就有點尷尬了 好 那塔塔這邊是有補織布技術了 兩邊村民術差不多 差不多是50村左右 但是塔塔這邊是40村 配11艘的漁船 對於村民術來說 Viper是有數量上的優勢 3KC開農 塔塔這邊是 才剛補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那目前還這樣來說 是塔塔現在是有戰艦的數量優勢 Viper這邊則是後方的漁船 全部被燒掉了 一艘漁船都沒火 只能轉成入戰 開始撒農田 這邊要注意的是 Viper要不要繼續打入戰呢 還是就放棄這邊島上的進攻 專心升時代 然後升帝王時代 再繼續打一個蓋寶 登入戰 也是可以考慮的一個範圍 Viper這邊並沒有這樣想 決定是要開碼頭 回打海戰 大家會找個機會在底下海上霸主 這個在按爪刀勇士 有想法嗎 按了一隻 沒有繼續按 拿來當刺猴用喔 看個圖 這邊城堡蓋好之後 待會Viper從這邊過去就很方便了 這個船運到對戰是非常快的 這張地圖其實打起來有點像是寶貝球地圖 這個寶可夢裡面的神奇寶貝球 外型的一顆球 所以我們應該也可以把這張地圖稱為寶貝球圖 有點難念就是了 後面兩艘殘血的戰劍 要不要往後拉呢 還是要往前補一下 血量 這個血量沒有辦法補 右邊有武村 過來搞事了 那塔塔這個文明是朝鮮 馬戰車的話壓制力很強大 如果能在島上蓋吃一個城堡的話 就可以 產出這個馬戰車 馬戰車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馬戰車又很怕僧侶 馬來人的僧侶呢 是基本上全滿的 而且僧侶來說馬來人是非常強的 所以 升級時代又快 所以出馬戰車能不能打出優勢啦 是滿... 滿不好說的 好 先打11村 VIPER點下輪走技術 右邊蓋了一根箭塔 結果不是要來蓋堡 而是要來蓋箭塔 控木頭嗎 這邊塔塔有意識到 VIPER的左邊的木頭已經挖完了 待會要勢必往右邊開始挖 這些木頭 只要能控到木頭的話 這樣對於海戰自己來說 優勢會非常大 這個死人中心 打得很辛苦 這邊看到有人在搞事 直接補照你的少戰的視野咧 一根箭塔 開始中文打塔弓 那有VIPER這邊的目標 看要不要趕快升到帝王時代 慘就行頭司機 來拆這些圍箭 戰艦部分 目前塔塔的魚船還有九燒 繼續捕魚 這些魚船四處為海 為四處為家 拿雷被騷擾就趕快跑掉 跑到另外一邊 再補下新的碼頭 這樣的魚船就可以繼續補這個魚肉了 這裡運了五隻爪刀 上倒 上倒的話只能稍微防守 這邊 投石車 並沒有要去做一個殺老工作 這邊投石車無人防守的話 很容易就被解掉了 只要對方出個騎士或是落馬之類的 這邊直接低調 先拿下殘血的 投石車 剩下一台 也順利拿下 踏踏這邊 順利的解掉投石車的問題 右邊 這個箭塔插過來 直接插到了城堡上 這個城堡蓋起來 兩根箭塔 順利拔掉 這隻村民可能會死喔 死了一村 百塊點下了帝王時代 右邊這裡又補了一個修道院 要來撿生物了 島上還有一個生物 外奔應該有主動權 可以撿到這個生物才是 後面的爪刀 抓了幾隻村民 不是抓幾隻村民 抓掉了後方騎士跟爪包勇士 村民沒有抓到 目前90村打75村 村民差距25村 火戰場過來 開始燒掉這些爪刀勇士 左邊一個登陸 這邊近距離登陸就很方便了 白魄這邊已經想好 這邊該怎麼打登陸戰 直接上島 開城堡 然後要轉巨型偷司機 但是塔塔這邊也是有火炮的 馬來也有 兩邊都是有火炮 中後期兩邊都是要打陣地戰的情況 馬來人還有一個優勢 自己的大象很便宜 如果真的入戰要全面進攻的話 也可以考慮直接回轉 魚船開農 這個三倍魚肉 開始補魚 然後轉出這個 六五折大象 現在是六五折 35% 應該是六五折 好 這裡是點下了一擊射 彈倒雪 好 島上這裡蓋一個哨戰 開始來踩中間的石頭 沒想到中間的島座是有塔套先上島的嗎 Viper這邊海戰的數量並不是太夠 這裡戰艦需要補一些 巨型偷司機趕快要來開拆 打造這邊帝王師在補下 現在只能且打且退 利用這些建築物趕快防守 一次鬧地龍的時代要先補化學 好 MIP的化學也已經點好了 生物一個一個減掉 現在有兩個生物 欸 結果這邊是先拆箭塔 因為這個射程剛好有兩個箭塔守住 所以沉浸中心 這...現在是沒事的 好 這裡用火傷船 燒一下 邊對燒 好 重心火戰船打火戰船 但是重心火戰船數量不夠多 海戰完全打不贏 而且朝鮮的箭塔越蓋越多啦 這就有點麻煩了 這邊箭塔只要點下火箭技術之後 打船傷害非常可怕 好 再一個自爆船 炸一下 右邊這邊再炸了一波 炸到後方的火戰船 火戰船過來解救一下 這邊被騷擾的村民 好 這邊直接往前推進 但是戰船數量還是劣勢 MIPER還是以少及多而軟及時 完蛋了 這邊團體就是力量 MIPER雖然有時代上的優勢 但是戰船一直沒有打贏 好 但這邊的箭塔都拆除完畢了 火炮也出來了 好 MIPER點下了火炮戰船 開始要來攻擊中間的島 就請托斯基也補下 這邊戰街 火炮戰船開始輸出 這邊火炮戰船還不是精銳的 但一般來說還是可以用 一般的火炮戰船 好 右後方 有一波小打鬥 MIPER繞備去燒魚船 成功也燒到幾艘 只剩下四艘魚船了 MIPER這邊繼續進攻 巨頭已上島 大使劍塔能夠順利活下來嗎 大使劍塔防守傷害很高 爪刀勇士上去 開始騷擾 好 超險終於有化學了 可以趕快產出火炮 這裡火炮馬上補了 誰把登陸戰 Five打得有點硬 左邊一個一炸 哇 又少了一堆戰船 但是還好火炮戰船還有保存下來 火炮戰船只剩下一艘 後方又來一個包夾 MIPER這邊要小心 巨型托斯基還沒有架起來 回到城堡下 彈道學趕快補 這邊戰劍戰時有優勢 LIPER中間島上 繼續要來蓋堡 巨型托斯基往前衝 臭名直接拉出來打架 這邊重新拆除 完蛋 火炮打得很快 兩台火炮輸出 LIPER看到對方轉火炮 那我就轉聖旅 反制方法相當明確 好 這個劍塔決定放棄 馬來人 聖旅轉復兵 火炮 這一塊要送掉了 沒有在空 哎呀 直接往前走 好 那島上的劍塔 中午拆除完畢 但是島上的村民還在 但是現在VIPER的海戰優勢 好像快沒了 中間趕快回首一下 戰劍還是要穩定起來才行 好 城堡直接不在了後方 這一波工程戰 是有 塔套拿到了優勢 好險這一波只要能抵抗完的話 VIPER這波登陸戰 就顯得沒有意義了 因為村民也沒有擊殺掉 只有拆一些建築 這些建築不會影響到塔套的經濟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反而是朝鮮的經濟反超 進攻方的經濟反比較差 而且進攻成本 一直都是高於防守成本 防守方法是很輕鬆的 可以守住 雖然東西被拆 但是只要不慌的話 趕快冷靜處理應對方法 還是可以反擊回去的 好 這隻村民 拿下嗎 哎呀 拿不下 這台巨型偷襲 塔套有點可惜 好 那這邊換 要不要VIPER上島呢 挖一些石頭 好 這邊運輸船 也運了一些村民上島 先來挖木頭 欸 這邊已經被VIPER看到了 哇 結果沒有發生船難 村民還是順利下船了 好 塔套 補下了戰毛兵 好 戰艦部分 VIPER開始有優勢了 那島上的進攻 VIPER應該是擋不住 只有用爪刀勇士還是顯得有點吃力 好 那白盆 二級色也點了 現在島上的狀況並不是很好 這裡上島村民直接被爪刀子抓掉 好 中華技術業補下 直接島上 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巨型偷襲 直接在中間島上 架起來衝擊碼頭 還有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都能打不到了 左邊的區域兩根城堡 可能要守不住了 這邊只能盡可能爭取時間 讓左邊這些火炮部隊 在這裡沒有辦法很好的繼續進攻 這裡石頭買了100 繼續修理 這邊城堡移掉 VIPER中間就要小心了 左邊棄手 中間就要趕快再補下自己的陣地了 然後中間人拿下來 這個後襲來說 幫助是非常好的 這裡生理在招翔 前方站毛火槍 早上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就後方有人偷偷蓋碼頭 VIPER可能沒有找到 現在沒有時間距離 想要趕快去從後方包抄後方的墓區 要不要轉些奴浩戰船呢 來夾殺一下這邊的挖木頭的村民 村民越到越後面一定會往右邊這個墓區挖 所以VIPER如果可以把右邊的墓區空下來 說不定能踢到結束 但左邊這裡墓區 其實塔套也沒有挖完 所以左右兩邊墓區都還是可以繼續發展的 有個情況 朝鮮人點下了造船樹 造船員 待會船艦成本就會更便宜 朝鮮的折扣一直打折一直爽 朝鮮勇士過來接掉 馬頭蓋好嗎 96.43 沒蓋好 戰艦已經過來支援了 直接補一下 變成自己的馬頭 VIPER也點下了造船員 縱起弩炮戰船升級 陣旅第一時間被點掉 這邊爪到以上島 最後被大石劍塔射到頭部血流 基本上只抓掉了一村就全部倒地了 這一波VIPER賊虧 好 朝鮮人點下了火箭技術 有火箭之後 這個劍塔打船劍 傷害就會非常可觀了 中間島上部分 並沒有大動作 都是稍微再去踩資源 VIPER延安的建築物 反而已經被火炮給壓制住了 等一下工程木程師 會極攻農田技術 反而VIPER沒有打算利用自己的三倍漁網 撒農田還是比較快獲取農田的方法 哇哇哇哇 這個有點多啦 好 那現在VIPER已經點下了海上霸主關係 所以這個碼頭會出現這個射程 這個射程就是碼頭會自動射箭的 這個射程範圍 攻擊力是3加4 7點傷害 射程的話則是10點 7加3 10點射程 這個射程範圍還是蠻廣的 左邊這根城堡被拆掉 現在換成塔套重做邊這裡 可以開始布局碼頭了 VIPER這邊點下了農炮彈船 開始量產 這周 人心還是要回歸到海戰上 如果存打海戰的話 塔套這邊有折扣優勢 木頭還很多 VIPER這邊則是只剩下200而已 這張地圖來說的話 木頭盡可能不要賣掉 因為打到後期的話 誰能保存更多的木頭 誰就具有更大的優勢 不像阿拉伯 不黑森林之類的 木頭都可以隨便你賣 反正也不一定會打到全部的狀況 但是海戰圖來說 木頭是非常稀缺的支援 中間 馬頭 來到了14艘的戰船 OK 海上霸主自己射箭 防守優勢 開始展現出來 這一波進來 可能會被射穿 但是塔套並沒有意識到 這裡已經是大本營了 馬頭大本營直接被射穿 船劍全部殘血 好 第一波交戰 塔套已經剩下半血了 血量只剩下一半 好 左邊大艦隊來了 20艘 好 馬頭中發現了 主要本艦在左邊 這裡可以做一個夾殺嗎 這裡並沒有馬上回頭 可以回到自己的陣地之後 再開始打 這個重型火戰船攻擊速度太快了 每一秒都是3點傷害啊 好 每一下 只是每一秒 好 那馬來人 電影下了手推射 還有 烈望技術 增加一下四眼 最終還是要回到海戰 兩邊海戰 打起來 Viper會有優勢啊 現在Viper沒有實在上的優勢 只有控海圖的優勢 好 兩邊戰艦在這個窄口打 開始開打 左邊的火炮偷偷輸出 Viper應該是有看到 但是要邊躲入戰的海戰 這個火炮 還要再打海戰 其實對Viper來說相當不利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 精銳爪刀勇士的升級 好 這裡火炮 要小心 好 目前看到 戰存部分 是來到了32艘 32艘 32艘 火炮戰存 超水人是5C艘 折扣優勢 明顯打出來了 真的是打到虎蛇啊 趕快偷點一下火炮 火炮能點掉的話就會很賺 好 這裡想要拖蓋劍塔 Viper 直接射掉了一隻村民 第二隻有機會嗎 搞定 三隻 偷點一下 偷點一下 拉兩隻 去偷打一下村民就好 正面的海戰好像快要打不贏 但是Viper有這個 廣遇 廣遇 廣遇這個海口的範圍 所以不會像 朝鮮人可能會把所有的輸出打到一艘戰艦上 分散輸出 結果他塔套一堆傷害都打到這個海港上了 好 最後這個箭塔還是蓋起來了 尷尬了Viper 這個要是被蓋起來的話 火箭傷害非常痛啊 哇 這個戰艦直接被秒殺 射個三發 船就受不了了 火箭技術就是這麽的可怕 還好後面有一台巨型頭司機 趕快補 好 Viper 也點下了火箭技術 這麽碼頭射人才會痛 好 Viper 現在八十個人 大四採木頭 但是塔套這邊有個小動作 好 後面偷偷查箭塔 哄你木頭 我也行 好 左邊的木頭 目前暫時沒那麼多人在挖掘 朝鮮這邊是有大洛瑪的文明 還是要升級一下大洛瑪 用這個大洛瑪去島上燒老一波呢 要把他補一下洛瑪 沒有補洛瑪 就是補了射箭牆 好 麥克這一波上倒 結果大四採木頭還是很痛 好 這邊休息一下 有點快要補不住 好 這裡大型箭塔 找到牧區的村民 麥克有看到 這裡又拉了更多村民上島 好 火力攻城西之刀所 要出火炮嗎 火炮的話是打不到大型箭塔的喔 因為射程是13點 衝衝車 好 馬來這邊 中間的戰況稍微休息一下 先來管一下右邊這個區域 決定直接先補一個城堡 那就能搞定這邊的騷擾 那 後方這個碼頭 可以趕快處理一下 後方的戰艦 招擾到了VIP的村民 這裡死了一些村 在這個火金礦上 就補了一根箭塔 這個箭塔不能再被蓋起來了 再被蓋起來就很頭疼 但是沒有什麼炮戰劍 又被蓋起來了 好 這裡要按台繼續休息 先拆一下右邊的箭塔 好 海戰暫時沒事 現在塔塔一直很想要跟對方打海戰 他說你過來啊 我要跟你打海戰啊 MIP表示 我先修一下 我戰艦數量比較少 休息一下 這邊又開打 MIP這邊全部聚在一起 火炮直接漲了一發 大量戰艦直接殘血 火炮這裡打到了成盾的輸出啊 哇 這個損傷已經打了兩萬三千的滴的傷害啊 火炮的輸出太可怕了 這個火炮真的要小心啊 火炮不注意的話 是可以擊殺大量戰艦的 好 那看起來 Viper是稍微處於劣勢了 跟我們開局分析差不多 但是也不是說劣勢就一定會輸啊 這是RTS遊戲啊 就是千... 常常風向變來變去的 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好 這裡有非常多的火槍 直至 Viper要在島上屯一些爪刀才行啊 再聊到更多爪刀才能把這些火槍給搞定 來戰隊部分 塔套是慢慢登陸 火炮直接上島 好 但是中間這個礦沒有拿下來的話 對於Viper來說就是一件好事 自己有這個島上的石礦資源還有黃金 繼續讓他慢慢磨 先把島上的問題解決 待會再從中間島上 再重新建立起新的進攻基地 可能對他來說會更好 好 兩台火炮現在 授於乳號戰城的保護下 這些爪刀能夠躲掉嗎 V陣Z陣V陣Z陣 好 想要躲掉 好 但是最後還是上了運輸船 撤離 好 找到還是要回頭 處理一下這邊十隻火槍 這火槍快要把修章魚給射倒了 好 火槍開始往前走了 巨型偷襲 架起來進攻火槍兵 中間這個島快要不行 趕快補一根城堡 好 這邊上島火炮 開始拆除城鎮中心 這裡補了一根劍塔 好 大家只是給VIPER有機會 擠掉這兩台火炮 看到的乳號戰船過來 趕快撤離 好 VIPER前方的戰艦全部送光 好 但是火戰船在死之前 也是打到了一些輸出 上方的戰艦 VIPER很努力再輸出 趕快繼續補戰艦 好 右後方大量爪到過來 先墜的大型劍塔一盾輸出 把所有的臭米擊殺掉了 後方還有三隻槍兵 還沒辦法解決 好 那我們邊的臭米樹 都只剩100吋左右 好 島上有一個衝撤 這是運上來的嗎 好 島上的問題 終於斜掉了 好 彈號這邊 折扣優勢 還能繼續延續下去嗎 VIPER這邊木頭 反而還有更多 VIPER這邊是比較慢挖木頭 戰艦的損失也沒這麼慘烈的感覺 好 當然中間還是這個塔 這些採礦 還可以繼續採 好 這裡直接用火炮砸村民 但是第一下來 就直接射倒了一台火炮 好 後面兩個火炮彈船 繼續輸出 城堡要趕快修 VIPER沒有石頭 選擇棄手 沒有城堡的話 中間這個礦能不能拿下來吧 好 VIPER這一波 直接瘋狂輸出 42艘戰艦 正面擊潰 有機會嗎 但是數量上 不太夠 最方有50艘 後方戰艦趕快往前補 有一些戰艦 在打上方的衝車 26艘戰艦 想要擊潰 似乎有點困難 衝車也被打掉了 VIPER這邊要撤嗎 你撤離的話 就是繼續進攻 唉唷 結果朝鮮人這邊的戰艦 使用變少 但是這裡已經進入了 大石劍塔射程範圍內 大石劍塔只要兩發 就可以集火一艘戰艦 搞定一艘 哇 這個戰艦被大石劍塔射 投破血流 好 這裡又補了一些爪刀上倒 處理一下火槍兵 一定要把這個黃金給控下來 但是塔塔 黃金已經歸零了 黃金歸零的情況下 你有辦法繼續產出這些戰艦 戰艦會越來越烈勢 這邊聰明有很多 還是要直接手撕呢 手撕劍塔如何 但是如果手撕劍塔 VIPER也會沒有黃金 這邊打到最後一兵一卒 黃金歸零 VIPER黃金也歸零 兩邊都是處於同樣的狀況 這邊再來一個上倒 一台罪行偷司機 秀命巨頭 還駕起來 巨頭能夠駕起來的話 就有希望 島上的礦還能繼續挖 塔塔這邊 麻木頭挖到了岸邊的一個最後的 這是什麼 毒尾嗎 稻巢 日文叫挖拉 這個挖拉最後也沒了 搞定 VIPER最後是 中間島上還是拿下優勢 VIPER拿下了比賽勝利 我們恭喜VIPER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戰艦數量來到了230跟209 兩邊打到最後一兵一卒 沒想到木材折扣 最後是因為沒有黃金 而輸掉比賽 那VIPER這邊其實 木頭也是也挖完了 但是VIPER的問題 不是在木頭 是在沒有黃金而已 但還好 中間的礦 他早早就來開挖了 所以黃金數還是 比對手多一些些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部分 是由馬來人 VIPER拿下了食物上升力 木頭上升力 食物的話是稍微輸一點點 那黃金的話 則是來到了2萬塊 四聖物 四聖物 產了4千多黃金 VIPER真的是靠經濟打贏對手 沒有太多發俏的戰術 就只是純龍 用技技 黏死對手 這個打法是最強的 也是最困難達成的一個方法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